元气家满姐妹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暴烈舞台》第四次竞演正式开始 本场竞演将是《暴烈舞台》 整季以来淘汰率最高的一次竞演 很遗憾 这次盲盒的关卡赛 雅米失败了 总暴烈值最低的陆柯仁 也将止步于此 恭喜单一纯安琪 陈卓璇 你们顺利进入总决赛冲刺业 但是接下来你们即将面对的是一个同样残酷的挑战 三位返场女孩将与你们一起争夺总决赛名额 给你的礼物 我现在打开吗 我有点紧张 这是啥 我天哪 你们也太耐心了 我知道了 元气森林 是吗 干嘛打这么大红光 干嘛打这么大红光 亲爱的雅米 曼琪 曼琪 吴轩盈 周杰琼 娃娃 那也陆克然 宋雨琪 你好呀 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 说明你将暂时和爆裂舞台说再见了 辛苦了 终于可以下班了 在三十三个限定舞台中 你争取到了两个 这是不算舞台舞台的数量 你挑战了全开脉唱歌 挑战了跳舞 你一直突破的舞台 也让我们看到了最耀眼的你 因为你的善良和真诚 你成为了节目组和工作人员心中的最佳团宠 《北京游记》讲的是你自己的故事 我最不能看到别人对我作品的认可了 因为我真的会忍不住 却为所有在外打拼的人 点亮了心里的那一盏灯 感谢你放下一切包袱来到爆裂舞台 现在你已经不再是那个不敢开口的荒招小路了 你是可以惊艳选招 用作品赢得庆功久的舞台主角 谢谢你给我们带来一切惊喜快乐感动和温暖 永远在挑战不舒适 有一个韧劲在体内 不愧是你 感谢你让我们看到对舞台的敬畏和热爱 每一次舞台你都拼尽全力 让我们看到了最耀眼的你 节目会结束 但你的舞台永远未完待续 谢谢你 本来不想哭的 好烦 你看大家都哭了 好老师在这儿等你了 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要做一个决断 在七个人当中选出三个人进行复活 回归到这个舞台 我不做任何的引导 我也不先说我的想法 但是我已经把我想表达的已经表达过了 我的标准肯定是全方位的考量一个 一个是能力 一个是他们自己的素质吧 你也有数 对 特别很清楚地知道哪三位应该 那咱就不废话 对 许志聪老师 这三位因为灯虎有关系 必须再给他赚 真是吗 当然了 我一直憋在不劲呢 就是有几个姑娘走 是我特别易难平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标准 好 我来收 然后大家举手好吗 同意娃娃回来的 请举手 我想说我来这个爆裂舞台 其实我是来爆裂自己的 对 我想去尝试一些我没有尝试过的东西 不仅限于说唱 娃娃笑舞了 娃娃你没想到你可以这样 几乎没有碰说唱 对 对 同意娃娃回来的 请举手 好 全票通过 请把娃娃给我 回来了 娃娃 经过我们几位的认真思考 娃娃 我们同意回到这个舞台 这是第一个名额 就不能浪费我的眼泪 必须得回来 我们也是 对 我挑一张好不好 好 你挑一个 我挑一张是不是 我挑 我挑我热爱的 你是从我手里面松柔的一个 是吗 还有 还真是 刘伯欣呢 是我用四个字说你 就是吹毛求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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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给人眼前一亮眼 跟所有的功能都不一样 所有的声光电配合全都到位 我就想说你要坚持住 坚持住 好 我一定会坚持的 他握手的声音很荡漾 而且有那种西洋之光的状态 对 同意刘伯欣复活的请举手 钱票通过 人来了 来 我们签字 我们一致通过刘伯欣能够返场表演 并认真地签署了我们的名字 黄老师选了 给我选了 给你选了 最后一个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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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宇齐在 医工的表演上 属于是丽压群雄 她的表演特别的棒 其实在这次的舞台上 我觉得她是丽压群雄的 一张嘴震撼所有人 特别好 就是这样 永不言败 你怕什么 我不怕输 我们不怕 今天就算我们在这个小舞台 我们张牙还是高 我们还是可以把这舞台做起来 我觉得实在是太暴烈了 一定不要怀疑自己 不管是在大舞台还是在小舞台 同意宋雨琪返场的老师 请举手 你看 一致通过 宋雨琪恭喜你啊 韩老师在这儿等你了 我们认认真真签了名了 一点都没费劲 期待着我们接下来的总决赛 冲刺夜 音乐万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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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我 去了却一个我来这个节目 没有实现的心愿 也就是把有妈场面这首歌 呈现一个好的舞台 如果能进总局赛 那肯定是好的 但如果不能进的话 这个舞台也算是给这个画上一个句号 你们紧张吗 说实话 没有淘汰之前那么紧张 我现在不是说表演紧张 我是觉得说忘词紧张 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你越想不能忘词 你就可以那个什么 对 不非定律 是的 来 姐妹们 你们也太闪了 好闪闪闪要 好美 她像不像那个迪士尼的那个公主 是的 再逃了 再逃公主 再逃了 我觉得我小时候一定穿我这种衣服 对吧 就是那种小时候 硬度舞 对 参加跳舞比赛 这一次冲刺夜回来跟你们比的 是三个被复活的女孩 你都猜中了吗 我猜中了 我觉得走到现在大家 我小陈山依纯肯定是 倾尽全力的 想要直接进到最后一关 是难的了 这一关 因为大家又回来了 然后大家实力其实也是强的 快开始吧 你是在开场吗 就是比较担心又一次跟宋雨淇 比较担心 因为输过一次了 怕再输第二次 人不能在同一个坑里晒第二次 你知道吧 所以有那么一点担心 本来爆裂的录制时间还暑假嘛 因为疫情的原因 所以录制时间都往后延了 然后又刚好撞上我开学 课业又很多 所以不好请假 所以说就在杭州这一边完成这一次舞台了 这里是女士音乐人最远真人秀节目 奉励舞台 板草梅 奉励舞台 最后一场进展 舞台秀女受网美 徐 游几天女人 韩红 我今天正式了 好华丽 这次 元气佳满 姐妹加油 本节目由林唐玲指令卡清爽 不怕胖的元气森林独假冠名播出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暴力舞台 我是主理人韩红 也是新人说唱三叉L 欢迎 今天这个位置有点奇怪 因为让我站在今天的这个位置来主持 从今天开始 到接下来我们的录制当中 暴力舞台将接近尾声 当然也将接近白热化 会有很多精彩的音乐 有很多精彩的音乐形式呈现给各位 接下来我们还是老规矩 我们将隆重地介绍 北京市唐安公正处的公正员 董绍华 王思萌 作为本次进演结果 进行全程监督 为节目的公正性保驾护航 感谢二位 也欢迎二位 本场进行全程监督 本场进演的 《评判维度》 由四十四位来自音乐 市场 媒体等各领域的行业报备 和四位专业报备 依然是我和三位 副作人老师来担当 欢迎各位老师 谢谢你们 具体的情况是这样打分 行业报备每个人是一分 专业报备每人最多可打十分 本场冲刺业决定 哪三位女孩能够进入总决赛 竞争冠军荣耀 和最终一舞台机会 我们在场每一位 一定要以舞台表现作为依据 公正客观的打分 谢谢各位 本场是我们的爆裂舞台 总决赛的最后一次敬言 三位目前在位的爆裂女孩 将接受三位反场爆裂女孩的 战斗直接挑战 本场竞演 共释放舞台数量为6 第一轮竞演为在位区抢卫赛 第二轮竞演为反场区突围赛 第三轮竞演为同曲终极战斗 他们将共同演唱这首指定曲目 狼 最终他们中间只有三人 能够获得爆裂舞台 总决赛 争夺那唯一一个限定舞台 这个节目走到今天了 其实还挺激烈的 所以今天晚上非常的重要 来吧 让我们看一看都有谁 这就走了 可以是吧 这就走了 这么想走 这么快 就去了 亮相 就是走出去 拜拜 一会儿见 加油 接下来请允许我给大家介绍 上一场竞演中成功晋级总决赛 冲刺的在位女孩 她们分别是 刘依纯 仁爱 安琪 印堂少女303 陈卓玄 好 单独解释一下在这里 唯独没有了我们的小老妹 单依纯并没有出现在这个舞台上面 因为她所在的院校最近再经过一些考试 向我们的剧组请假了 所以让她连线来参加今天的演唱 接下来要介绍三位 我特别希望看到的 返场回到爆裂舞台的女孩们 她们分别是 Lexie 刘柏欣 宋雨琪 妈妈 欢迎回来 Lexie 刘柏欣 谭老师 哈喽 大家好 我是Denite的队长安琪 用舞台说话 The Queen is coming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印堂少女303的陈卓雪 来 我是印堂少女100千 我是印堂少女303的陈卓雪 没有很多要跟大家说的话了 我们就总决赛见吧 终于轮到我们創作者讲话了 小场面 来 大家好 我是再也不会哭唧唧的 娃娃毛衍漆 今天我来陪你们笑嘻嘻看我的舞台 给你们自信心 大家好 我是Lexie 刘柏欣 今天带来的歌是 来爆裂舞台的一个原因吧 也希望今天大家能够早点下班 刘柏欣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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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神经质 也是一个小疯子 但是我们可以从她的音乐中 感受到她的疯 别掐人中 压运了 弹压吗 弹压 好 宋雨琪 大家好 我是歌手小宋宋雨琪 然后也希望今天的舞台很荣幸 能够再次证明 雨琪是一个会唱歌 可以做舞台的歌手小宋 那刚才我们还有一个小老妖 我们小妹妹单依纯 我们现在请大屏幕切给小单 哎呀 可爱死了 单依纯 大家好 我是单依纯 今天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 和大家见面了 首先我想谢谢韩老师 还有几位姐姐们 谢谢制作人老师 还有节目组 我因为我学业的原因 所以没有办法去到你们那边 和你们一起完成舞台 但是在大家的努力下 我在杭州有一个分会场 然后在这里和大家见面了 好的 单依纯 好好学习是最主要的啊 必须的 必须的 好的 我们会在主会场 为单依纯加油的 接下来呢 就有请陈周璇 安琪前往粉色座席就座 谢谢 加油 我们也请娃娃 宋雨琪和刘伯欣 她们回到自己的后台区去做准备 好 一会儿见 接下来正式进入今天的舞台竞演环节 第一轮竞演为抢卫赛 在位区的三名爆裂女孩 将通过三组 solo的表演 抢夺进入总决赛的两个席位 爆裂值排名第一 第二的两位爆裂女孩 抢位成功 率先拿到总决赛的入场券 而排名第三名的爆裂女孩 将进入待定环节 和返场区成功突围的女孩 一起争夺最后一个总决赛的名额 单依纯 安琪 陈卓旋 给一个坚定的眼神给过去 舞台舞台我要走到哪儿表本 那我们这个园就要赚得超级齐 我觉得自己应该是可以晋级 那就比较投呗 我要拿第一 我觉得这是我们三个人的终极目标 来了 要开始了 直接扔起来了 首先有请第一位表演的爆裂女孩 她就是小炸弹 The Night 安琪 她好像一个公主 加油 加油 我觉得走到现在大家肯定是拼尽全力的 想要直接进到最后一关 首先开启冲刺业的侦娜安琪 她是金老师口中的大魔王 是每一个舞台都带给我们惊喜的 百变小辣椒 今天我给每个女孩都想了一个爆裂的关键词 你看看今天这个行动又变了 真的是有抑郁美女的感觉 安琪的爆裂关键词就是 我每一次的舞台都在比上一个舞台更惊喜 说白了就要更炸 这次我也尝试了不一样的风格 包括舞眉曲风 就是偏视觉抑郁吧 然后就想把这个视觉抑郁做到极致 我相信这一次你会带来 更让我们有享受试听与一体的神奇的作品吧 来吧 有请 则代安琪带来这一首 神奇 加油 要开始了 родę 抱怦 抱怨 抱怦 再 ignition 溜起 做 就在一瞬间 一头光出现 每一种煎 有个红颠 投下遮住脸 好像每个人 都有特别气味 我能才发现 那是咖喱作祟 很河水 后的树叶 古老的情节 时间在倒回 我们俩转着 不想听着翻语 还想着什么觉 奇怪的语言 在这我乖乖起雾 碎在年岸点 时空缓缓缓分开 我的画面 轮回转转转 又一样青年 我的爱 等你回来 时空缓缓缓 你回到过去 轮回转转转 我经历了悲喜 好设计 我记得你 成员 习惯的语言 时空缓缓缓分隔的花蕾 落回转转转 有一样的信念 我的爱带你回来 时空缓缓缓分隔的花蕾 落回转转转 我经历了飞行 好生气 时空缓缓缓 轮回转转转 落回转转转 我的爱带你回来 时空缓缓缓迷回到过去 落回转转转 我经历了飞行 好生气 爱带你回来 飞行 满水 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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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淘宾》 逃走了 《在淘公主》 《在淘公主》 没差了 我觉得安琪这首歌 包括她舞台的设计 就是非常的难 也是像我一样 把自己逼到了一个绝境 安琪简直就是 《在淘的迪士尼公主》 她在演唱难度上 然后还有舞蹈编排上面 她都是很挑战自己 然后也完成得非常好 感谢跟淘安琪带来的表演 《爆裂通道》现在开启 《爆裂通道》关闭 安琪 你是个非常勇敢的孩子 永远去挑战自己 永远去捡最难的来尝试 我觉得就凭这一点 你不光是大魔王 你在大魔王前面还应该有个字 叫胆大的大魔王 我还是有一点小遗憾 在哪个地方 就是主要还是唱 我觉得没有昨天晚上的排练好 但整体的表演 我觉得是很好的 很好 就还是超乎想象的可以好 我还是不知道你到底 什么都把你难住现在 在我们这个舞台上 因为昨天就难住了 因为她昨天排练的时候 直接在这个舞台上 就哭到崩溃 听她不能聊 我又开始紧张了 好可怕 为什么呢 你让她自己说 安琪 你不应该啊 是 其实就是太紧了 然后记的东西太多了 然后昨天我也记不住词 就是时空转转转 换换换 我就记不住 她到底转还是换 然后在前面那个提词器上面 然后就提词老师 在那个屏幕上面 打了加油加油 你可以的 那真的崩了 对 我是不愿意这样子的 然后我就觉得 有这么多人 其实在背后 包括曲老师 我以为曲老师听完我一遍 她就走了 就我耳机里传来 曲老师说 安琪 你再来一遍 然后结果她在最黑的那个地方 就是音控台那个地方 再调 对 我来跟她说 安琪 你是听老师话吗 你在哪儿去 老师 你怎么乱哭了 我老 我记不住词 然后也唱不好 好了 再唱啊 我想试试你的人声 你就坐着唱就行 坐着唱 对 我想试个 试一试的人声 好 试一试看 能不能试用自己的声音 一道光出现 每一中间有了红点 头下遮住脸 我开始的时候 有点声音出不来 对吧 你带着头埋 我没办法 我本来是用那个手埋嘛 嗯 就觉得不够你知道吗 然后就去用头埋 那时候头埋 我就受伸说不好 我自己知道 其实 没事 我现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曲老师 没事 别哭 别哭 我当然是着急嘛 今天开始 就有点情绪 其实还是就压着 然后 我没有看到曲老师在哪里 结果他一直在最后面的那个 音控台 在最黑的地方 他在那里一直帮我挑 这两个转 要不你都会有个气候吧 是 好不好 两个转都有个气候 谢谢老师们 谢谢你们 哎呀 这个提词老师给我打了一个 加油加油 好 欢迎 这真太可爱了 真的 这个触动太触动我了 我就觉得 一定要 一定要不负众望 那种感觉 这个我也感动了 这个我也感动了 我在这里 再一次地 在音频前认真的说 谢谢这些老师们 谢谢你们 谢谢节目桌老师 谢谢节目桌老师 谢谢我们 安琪的 这个表演的爆裂值 已经统计完毕 但是为了保留悬念 你所获得的爆裂值 将封存在公正元的手中 请你暂时先回到 粉色的席位上 再次感谢我们的安琪 小爆炸带来的精彩表演 她来迎接我 鞋都没缠 可以 棒 鞋都没缠 累死了这个舞是不是 累晕了 我一这样玩 你就听见你这个身上 叮铃光浪一只手排的 本来 然后就觉得不够融合在里面 然后改成头排 下面有请第二位登场的 爆裂女孩是单一纯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 因为她在分会场 所以她将用线上实时同步的方式 传送到我们暴力舞台的现场 我们已经看到她已经在做准备了 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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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爱颤歌的女孩子呢 一直在暴力舞台上 体现给所有人一种坚持的感觉 暴力的方式 暴力的方式在她看来不止于跳舞 她坚持用自己的歌手身份同时 在探索驾驭舞台的各种可能性 这是她在暴力舞台上第二次的连线表演 希望她在分会场用自己的方式驾驭舞台 接下来她要唱的歌呢 歌的名字叫《味》 她自己的歌 不过先让我们的单仪纯隔空打打招呼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韩老师好 老师们好 你已经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吧 我们来认真地听你这首歌 加油 好好 谢谢大家 这一次的舞台我请了学校里面的学长学姐来现场乐队 就是希望她们可以也给我一点信心吧 就是帮我来撑撑场面这样子 好 好 一纯不要忘记就前面的那四个给你定了点 然后还有睡了背 然后看三号机 其他你就按照自己的状态去看机位就可以了 嗯 好的 嗯 好 好 谢谢 这个小舞台整的还挺好的 哇 氛围感 比那个舞台强 强太多了 还有乐队 生了风面容 表情有些陌生 无法击冲白日做梦 好 话中取冲 自告费勇 也不过只是寻找属于自己一个平衡 no 嗯 片面心动 在爱情里都显得有时无控 多了一个女性的舞昧 孤单被怂恿 一样容易感动 或是念旧好的伤痛 坏的招弄 点一拉火 就有人送风 上场不休下场 匆匆 最好选择 心中有罪 心如止水 像两种极端在霓霉 就不肯吹 所谓徒劳无畏 谁有谁是谁的谁 却不会吃一亏 少一醉 像雨泪又一碎 恶实在惭愧 睡了飞 公认的真的太好爱你了 好像那种霸凌的那种 天面心动 在爱情里都显得有时无恐 孤单被怂恿 一样容易感动 或是念旧好的伤痛 坏的招弄 点一拉火 没有一个好多细节 就有人送风 上场不休下场 匆匆 最好选择 我 入海 心中有罪 心如止水 像两种极端在霓霉 就不看谁 所谓徒劳无畏 谁有谁是谁的谁 却不会 却不会吃一回 少一醉 外星转眼 流失在残酷 流失在残酷 太滋滑了 我 睡了飞 我 我 学不会吃一回 少一醉 下雨泪又一碎 流失在残酷 流失在残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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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了飞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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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看 唱得也太好了 应该是个小雨 不得不说 这要是来唱狼 白打枕 就是 她不会来唱狼的 我觉得小善的舞台就是一个非常小善的舞台 对 她的转音超丝滑 简直就是把我转到外婆家去了 太好听了 因为她的声音实在是太好了 在什么样的场合都能够唱得很好 感谢单依纯在来的表演 报名通道现在开启 这种紧张的音乐千万是不要停 对 好难受 我也要打坐 入 进去 是吧 报名通道关闭 报名通道关闭以后 小纯就也关闭了 她还会出来和我对话吗 会出来和我对话吗 好 这就来了 小纯 你在考试还是上课 最近有考试 然后也上课 听说你每天下了课 都自己在排练是吧 对 这两天是下了课 然后就过来了 小纯承灯 请盼食反效 那个车吗 对 这个 我现在是刚从学校出来 然后准备去爆裂舞台的分会场吧 我除了工作的时间 基本上都待在学校嘛 就是除了工作就是上学 所以你也住在宿舍里啊 对 对 对 住宿舍 刚刚一起上课的朋友知道你们 你的话要去采败吗 知道啊 帮我说什么吗 也没有说什么吧 就是我就是下课了 可能就是让他们把书帮我带回宿舍 这样子 知道去不了北京 你有什么感受 因为学校又开学了 课业又很重 所以说没有办法请假去那个爆裂主舞台 所以说 辛苦大家要陪我在这一边录制这一次的节目了 然后本来我就是自己一个人在这一边嘛 我都不知道那个台长什么样子 然后我就想找几个帮手 这样说对吗 就是来丰富一下舞台的形势吧 干得漂亮 这里吗 对 好的 对 你想让你稍微说一下 这个是专门为你搭建的一个 我们恒州的一个门会场 然后你能看到你的右手边这一边 现在你所站的一个位置 就是你的表演的舞台区域 我还是想先介绍一下 韩老师 这些乐手都是我学校的学长学姐 就是帮我过来站站场面的 就是你们学校的同学 是吧 感谢你们 你们辛苦了 下课之余还排练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真的很感谢 谢谢 小善 我其实特想问问你这些同学 他们是怎么看你的 我问一下那个鼓手歌是吗 大家好 我叫徐涛歌 我是鼓手 你是歌是吧 徐涛歌 对 徐涛歌 对 我就问一下这歌 你怎么看小善 其实在我们的眼里吧 就感觉像是普通的同学一样 学妹 然后像一个妹妹一样 就不会觉得她是一个明星什么的 我就普通学生 我在学校里面都没有人认得出来我 就是很素 很素人的一个状态 那个歌 你喜欢小善吗 大家都喜欢 怎么个意思 我没别的想法 我刚才问说 歌你喜欢小善吗 其实我从一个乐手的角度 小善这样的歌手你喜不喜欢 我觉得她的乐感确实很好 然后合作起来 也比较轻松吧 对我们乐手来说 我觉得歌还真行 这歌可以 像歌 你这峰会场 和我们这边有什么不同 对于我来说 就是把歌唱好 在哪儿唱都行 都可以 把歌唱好 在哪儿唱都行是吧 你现在越来越像韩老师了 好吧 再次感谢单依纯甜美的声音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 接下来有请在位区最后一位 还有 台队表演的抱贝女孩 她就是应堂少女303 陈卓玄 我们的老陈 来到主舞台 加油 加油 来热 加油 大家好 我是应堂少女303的陈卓玄 老陈终于上台了 他曾经说过 他要把爆裂舞台 当做自己的一张专辑来做 做满自己所有喜欢的不同风格 在此之前 他做过抒情 摇滚 摇滚 说唱中国风 所以呢 我们给他的爆裂关键词是进曲 今天是他这张 爆裂专辑的第六首歌 其实我很期待 这首歌到底是什么 今天这一首歌 是我在爆裂舞台 有史以来选过 最不冷门的一首歌 因为这首歌 我希望在场会唱的你们 可以跟我一起唱 因为我希望这一次的舞台 不希望只是我一个人在享受舞台 希望可以是和你们大家所有人一起享受这一次的舞台 有请殷堂少女303陈卓神为大家带来的《Fly Away》 可能因为人越来越少 从一开始一定要拿第一名变成了千万不要淘汰我 这次冲刺一演的目标是什么 我的目标就是冲刺成功 《Fly Away》 不管留下多少眼泪 坚持下去的动力还在 Nothing I will be afraid 青春的微风如此的平凡 看似简单无期聚散 温柔阳光中慢慢醒了过来 准备面对挑战 《Fly Away》 回忆就像漩涡 它将我拉走 《Fly Away》 时间的钟响起 时间的钟响起 我不该 都留 《Fly Away》 不管留下多少眼泪 坚持下去的动力还在 《Fly Away》 《Fly Away》 不管未来有多困难 我让人能感觉心跳还在 Nothing I will be afraid 《Fly Away》 在新的时机 该抛开过去 是好是坏 要放得开 我梦想的路 没有想象简单 我还要更勇敢 回忆就像漩涡 它将我拉走 时间的钟响起 我不该 都留 《Fly Away》 不管留下多少眼泪 坚持下去的动力还在 Nothing I will be afraid 《Fly Away》 不管未来有多困难 我让人能感觉心跳还在 Nothing I will be afraid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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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y Aw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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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留下多少眼泪 《Fly Aw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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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好高 高高高 她的舞台就很软 对 然后她的高音和那些特效一起的时候 就会给人 然后会被冲击到 后继续歌的 对 卓转这一次 标好多高音 就是这首歌 她需要一个很强大的气场 去镇住这个舞台吗 我觉得就是 她就做得挺好的 其实我就是希望这一次观众 可以跟我一起去享受这个舞台 表演完的瞬间就觉得 还行 表演得还不错 心里的大石头落下 感谢映桃圣女303 陈卓轩带来的表演 《暴力通道》现在开启 邱威特的表演进行打分 《暴力通道》 《暴力通道》现在关闭 谢谢 我觉得你今天选了一个 就到目前为止 这个舞台上最难的一个歌 全都是那个挑战那个高音啊 而且还得兼顾这个舞台的表演 还有舞蹈 就真的是把自己逼死的那个节奏 哇塞 很棒 很棒 得逼自己才能进步 我觉得比昨天晚上唱得好很多 因为她好像想着起了个水泡 起了个囊肿 对 囊肿 一开始我还特担心 但今天完成得很好 很好 其实说到曲老师 就是我就是真的很想说一下 因为昨天彩排的时候 曲老师也在现场 然后跟安琪说的一样 就是曲老师一直在帮我 就是调控所有的声音 一开始我唱着真的很不舒服 然后唱得也不好 老师 我的耳机听得不是很清楚 您是觉得人生不够突出吗 对 曲老师在 我老师反对那个耳机里的回响 就拉响一点 反对那个舒服 起飞了 起飞了 这边呢 比上一遍好多了 好多了 是 我听得清楚了 我改了一个方式就好了 还是有曲老师在比较安心 好 现在舒服了 然后曲老师不停不停地在帮我跳 所以真的真的很谢谢曲老师 然后其实这首歌还有跟我之前 有过的一次表演很有贴合 就是我在创造营总决赛的时候 有唱过一首歌叫《火雨》 然后《火雨》里面也有《Fly away》 然后所以就是想要呼应一下当时的自己 跟现在的自己 现在想要争取 别再要抬脱烦 armour 慢慢在夏日街道 等去再一步之后 逃走你锁定的目标 庆幸的逃从 观想这些人 �hhhhhhh 貌似一切都远起都是 Share doing快乐 懂得追着轻松 后来我有一百种 运气在你的手中 下一秒你会不会快乐 先告诉你我不是活客 在夏天再次来自尽 我不想错过你 在远期的森林 下一秒你会不会快乐 先告诉你我不是活客 再打开神秘气波前摇 意识感的相遇 在远期的森林 在公布第一轮抢位赛的 最终结果之前 我们请安琪回到主舞台 也请大屏连线 谢谢 单依纯 太难了你就是一个演唱会 很好整个 这个都有 来 工作人员请您递给我结果 现在安琪 单依纯 陈卓旋 我们将依次揭晓你们三个人的 爆裂纸 请看大屏幕 大屏幕 一模一样 你才看见一模一样 对对对对 安琪在行业爆背中获得了33爆裂纸 陈卓旋获得了33爆裂纸 单依纯在行业爆背中获得了25爆裂纸 也许是因为挡着一块屏幕 我也不知道 但也有可能是我确实没有达到他们心里的要求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公布三位爆裂女孩的专业爆裂纸和她们的最终爆裂总值 我特别想要拿到这把钥匙 通往决赛的钥匙 其实还是很慌的 有一种奇怪的想法 就是还蛮希望能够再多唱一首歌 但是又想安安心心地进那个总决赛 其实这三位毕竟他们也是 就是经历丝工之后留下的梅艺的三位 我觉得就是实力都很强 像小善我就不用说 卓旋也是 就是唱功行员 安琪就是唱跳很稳的 我觉得肯定能进的是安琪 然后卓旋和义成 我可能没有那么确定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唱功级的 所以很难去评判 下一个毕端 apresent 我没有什么avioral 别乱托了 这 完仗 cream 来就是 是 他的 名额 给他的 压力 赫 然后 我 第一 我向来是一个很看难结果的人 就是我不管输赢 我只能说在过程当中好好的努力 然后尽自己所能 去把舞台呈现好 把歌唱好 恭喜陈卓璇 恭喜安琪 你们成功进入总决赛 获得三强席位 好开心 我一直想唱的那一首歌 留到总决赛的可以唱 我们总决赛见吧 憋大招了 现在请陈卓璇 前往三强席位区就座 我们看到后面飘下来一个旗子 没有想到自己 可以在这个过程中 挑战和突破这么多东西 但是一路下来我发现我已经做到了 所以能做到今天 不错的 接下来安琪 也请你前往三强席位 等会儿 等会儿 回到三强席位之前 也请你跟我们说一说 这一路走来 你有什么想要讲的话 就很感谢 一直喜欢我的朋友们 然后也很感谢 因为这个节目而喜欢我的朋友们 然后呢 我一直在做的东西就是 我希望我的下一个舞台 永远是超越我上一个舞台的 所以我永远都在和安琪对抗 所以 谢谢你们陪着我 谢谢三位制作人和韩老师 然后谢谢所有节目组老师 然后总决再见 好 请安琪前往三强席位就座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自己打拼了 我的 我要自己走我每一步 我才能立住我以后的将来 我觉得这个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 谁也拿不走 好 可是 你是不用唱了 那么开心 我太开心了 可难度了 如果是我的话 可能会有点是可以讲真的 很难去完成一个很 对 这样的一个舞台 真的是难唱 这首歌因为它的音域跨度蛮大的 又是一个很需要张力的歌 演绎起来很有难度 你们已经收到了终极战斗的指定曲目 我们先听一听这首歌 我还是有自信的 在这首歌 我还是有自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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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首歌的演唱难度非常大 但是这个挑战还挺有意思的 他们排练几次真是很辛苦 是 我听他们嗓子都快干了 演唱就在中间对不对 然后因为两个人就是同时在台上就位 然后另外一个人在旁边 对 因为这次比赛压力比较大 那咱们编曲压力也大 对 因为我也熬夜又上火 嘴里又长炮 说话 嗓子都疼 我也是 所以我常备三斤西瓜酥 这个拿走了 好了 你不用唱狼那么开心 我太开心了 帅玉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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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位 他嘉宁 他对我如是他 帅玉纯 帅玉纯 王小小小小小 希望你这样子 帅玉纯 海冯玉纯 帅玉纯 帅玉纯 参纯玉纯 赅玉纯 速度 三位返场区女孩 会呈现三组 solo表演 只有爆裂值 排在第一名的爆裂女孩 可以进入第三轮比赛 而后两名将直接淘汰 到了这个节骨哑了 其实说实上还蛮有压力的 大家真的都各有前求 各有各的厉害 把这次机会再好好把握住 晋级到总决赛 从存活到离开 是有一个基本的存活欲 但是从死灰复燃 倒是没那么大的压力 尽情地去释放自己 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开心 有爽到 我觉得这一次我们三个人回来 都是抱着这个想法来的 没什么好放的狠话 大家都那么熟了 两位姐妹一定给我冲起来 元气加满的妹妹又回来了 元气加满姐妹加油 让我们和元气森林一起来为她们加油打气吧 第一位返场的这位娃娃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年轻的創作者 而且是个非常有特点的女創作者 她给我的感觉就是酷玩 什么酷玩什么 什么也没试过偏偏要试 舞台不是救济 而是用来体验和享受 这种玩法的态度 的确是真的很酷 我很喜欢 所以这次不知道她又玩了一个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就让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娃娃的表演 这首歌的名字叫《如果》 有请返场区第一位爆裂女孩儿 娃娃来到舞台 我找了乐队老师就是这一整个乐队 因为我觉得说这首歌如果配上乐队的话 因为会更有力量一点 现场会更有感染力一点 能够直击人心 我还是第一次 娃娃跟乐队 对 就了 就了 我试一下不看 不看 我这次准备的是最轻松的 我放得很平 我想说我想表达的是什么感觉 就完完整整的把这首歌表达出来 排练得好饿 来抱可比克 诶 我居然单压了 花盐纯切新口味 还练一天都不累 蒸花蒸叶蒸清香 好吃好看好健康 快乐开心每一刻 我们都爱可比克 再练一遍啊 焦点八备 没半没有唱 现在还没唱 现在还没唱 最后一一跳 然后生活不是活准 你我都有尽力柔柔 然后我来找你 比我预想中顺利多了 因为第一次跟乐队老师们 和现场乐器架起来什么的 会很多什么输出 就是真那真那的会有问题 但今天都还蛮顺利的其实 可以的 可以的 调这边 外面的人生可以吗 可以的 行 他们都是各种大舞美 美丽的舞 就是把自己搞得很累 很累 主要是我今天 已经是平常心态了 我已经觉得 那个狼好难啊 我就想说把这首歌唱好 就行了 对 先把这首歌唱好 对 好 各位老师 我们现在准备一家音乐 全部的笑容都有带 然后走一遍 1 2 3 如果真被黑暗笼着你 像星光在窗外 为你睡在黑暗 你有想到 你会不会有什么 有想过 我觉得我可能走的时候太可怜了 对 就是我还有很多想要就是表达的 想要在舞台上表达的都还没表达出来 这次能给我们这个机会 然后再重新回到这个舞台 我心态很平常了 如果能进总军赛那肯定是好的 但如果不能进的话 这个舞台也算是画上一个句号 有请返场区第一位爆裂女孩 瓦瓦瓦来到舞台 各位老师们好 好了 毛眼切 毛眼切 加油 来 我们现场准备 我是一名音乐艺考生 我是一名跟拍手用师 我是一家娱乐公司的leader 我是一名策划 我是一名编导 很多人都觉得 我离梦想太遥远了 我经常要加班 很多人都不太理解 都全换一份工作 但如果 如果我选择了回家 我不会感谢 如果我逃避了 我现在会在哪 我不去尝试的话 怎么能让更多的人 看见我呢 但如果随波逐流 要怎么会是我呢 但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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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正被黑暗笼罩你 像星光在窗外 为你去看阴霾 如果光还不够点亮你 那就花根火柴 把这黑夜拨开 把这黑夜拨开 世界和平 刚那都没有战火 如果也能像普通小孩 把位置探索 如果花花世界 为山的嘴裂 都能被看破 如果没有罪恶阳光 自然也没有人翻透 如果 诺大的城市 住着万家等我 担心没有一盏 为你而量 会不会失落 如果此时此刻你 正好迷信了方向 但天上星星为你指引 只要你抬头看 如果正被黑暗笼罩你 像星光在窗外 为你去看阴霾 如果光还不够点亮你 那句话跟我拆 把这黑夜拨开 把这黑夜拨开 如果时间能够重来 我未珍惜所拥有的 却不会浪费时间 早生满美的丑的 如果保持着初心 怎么害怕会腐朽呢 早点爱惜身体 又怎么会许久呢 如果没有病痛 只剩下幸福美满 如果苦尽甘来的 成功路上夸光悲惨 如果没了伤人的言论 都是会了委婉 如果道德的标准 现在没有人违反 如果你再不愿 为生活长在处疼痛 却不让现实成梦想的喉咙 生活不是活着 你我都经历错的 如果不是弱者 那就学会从中获得 如果此刻吹响你的风 再飙着你笑的 如果你周围的一切 还没好转的迹象 如果现在放空灵魂 把你的眼睛闭上 如果正好这首歌 能给你足够的力量 如果这美暗中照理 像星光在窗外 为你去干阴霾 如果光还不够点亮你 那句话跟我拆 把这黑夜拨开 就因为一切 嗯 哦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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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跌到谷底 要想办法去领空 就算命运的长河汹涌 也要逆水星舟 就算幸运的眷顾 你总摸不透他心中 就算 你一无所有相信自己 绝不平庸 人生的欺识点 有事都没得选 那就放手去拨 看看到底能飞多远 是必要出人头地 就算生灰马乱兵荒 是我和你一样 从出生起 就被含着金汤池 有的是勇气 有的是信 有的是漫漫 没想到的心 有的是感 有的是感想 有的是在身后提出的凝望 就算在黑暗 从灵性云 也能分享 少少不尽的野火 老子势必野蛮生长 我野蛮生长 势必野蛮生长 我野蛮生长 少不尽的野火 老子势必野蛮生长 我觉得她重新在这个舞台上找到了自信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强项 每个人都有自己享受的方式 我觉得她今天在舞台上找到那种方式 大家对她的定义都是一个女rapper 但是她在这个爆裂舞台上很勇敢地唱了摇滚 她肯定需要很大的信心和勇气去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尊重 尊重 爆裂通道现在开启 爆裂通道现在开启 爆裂通道现在关闭 我们都要走了 来势汹汹的娃娃 回来了 今天真的是够凶啊 谢谢 娃娃 好极了 谢谢老师 你真的是在努力地在唱歌 甚至在练习 你的歌唱的能力变强了 在你身上完全没有看到枷锁 谢谢 我娃娃这歌是你自己写的 是吧 是的 对 我猜应该是 我刚才一直想怎么想跟你说这个 就是我觉得一首好的作品 没事 老师 直接说 我是有点激动 是有点激动的 娃娃的表演让我想起了我以前 一个很好的一个歌手 她现在已经离开了 原来那个歌手也是一个特别有韧劲 而且一直想上的人 我只是想到那个画面 我非常敬爱的一个歌手 那时候我就想怎么说这个话 但那时候已经组织不了语言 我想不说了 其实我今天这首歌就是我想说一下 我创作它的动机 其实就是有一次我看到了一个新闻 就是讲一个台风天 然后一个外卖小哥哥去送餐 然后就是风把它吹倒了 但他坚持把那个餐去送完 就是他说他要赚钱养家 然后包括我看了韩老师 他的这个公益 然后有很多山区的儿童 然后我就想说 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愿望 如果他们能够 读上一个好的学校 或者说如果他们能够赚钱 然后在他们想要的城市买一个房子 那该有多好 所以就有了这首歌 很棒 你不愧是我喜欢的娃娃 感谢你精彩动人的表演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各位老师们 学老师 开心起来 这首歌我觉得会让大家产生一些共鸣 因为这首歌我想表达的态度就是 很多人在生活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 但是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一定要去努力地去打破它 或者说你要抱有一个希望去看待这个世界 不管是逆境还是顺境 你都要有一个希望去冲破这个东西 娃娃的成绩也已经出来了 我们请公正元将你的这个暴力值 先把它尘封起来 我刚才有点激动 我突然发现一个关系 就是听者合作音乐的关系 其实你是觉得你是一个主角 因为你是演唱者的舞台能表演的人 我们是听者嘛 其实我觉得好的作品是 是听者 聆听者是主角 我记得张亚东在节目里掉眼泪 我还说怎么那么傻呢 我真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 我看到你的歌词整个的感觉 我就知道 就是你刚才说的 就是当一个人遇到挫折 遇到困难的时候 那种迎刃往前唱那种劲儿 我就感觉到非常明显又勇敢 一步一步往前走 无论风雪交加 这是我的感触 特别好 再次感谢娃娃用音乐 让我们大家 离爱这个字又进了一步 预祝你取得好成绩 谢谢舞台上的四位年轻的音乐家 希望你们坚持梦想 坚持热爱音乐的执着之心 谢谢 辛苦了 很棒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返场区 即将表演的下一位暴力女孩 她就是Lexy刘伯欣